有一件事啊比传说的还邪乎 这荣飞啊当年在家乡的时候 他呀可不是有情人那么简单 他原来呀嫁过人 这荣飞的前夫啊叫霍姬詹 也不知道怎么的啊 后来这霍姬詹啊 竟然把这伊巴尔汉给修了 也就是说这湘飞娘娘跟了乾隆啊 其实她是个二婚 人瞧那有意思吧 这历史啊往往就是不刨不知道 一刨吓一跳 走进古迹讲故事 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今天咱们要聊的呀 无论是人和事都挺神秘的 武宫五英殿西北角 有这么一间小配店 叫什么呀叫玉德堂 这玉德堂啊在外边看 他还真是挺不起眼的 为什么呢 虽然这玉德堂啊 他是宫殿式建筑 他也建在月台上 不过呀他挺小的 这玉德堂啊 他拢共就三间 黄琉璃娃卷棚 歇山顶 咱们都知道啊熟悉这个中国古建的朋友们 这个卷棚顶啊 在中国古代的建筑格局当中啊 算是比较低的 这卷棚两侧 加了歇山以后啊 还能把这建筑的格局档次啊 往上提升那么一点点 进了玉德堂以后 您往顶棚上一看呢 那您就更据着他简陋了 为什么呀 因为这座玉德堂 它是彻上名造的顶棚装饰手法 它并没有掉天花板 其实这件事我挺不理解的 如果是一个宽阔的殿堂 在采用彻上名造的这种装饰手法呀 它会就显得这殿堂呢 非常的高大 有空间感 这座房子它本来就很小了 再用这种手法装饰呢 让人就很不理解了 您别看这门面的三间呀 它比较简陋 其实这玉德堂真正神秘的地儿啊 它在后边呢 这玉德堂的后面呀 它是一座拱形的建筑 这就很让人好奇了 为什么呢 因为整座紫禁城啊 它是完全尊重州里来建设的 怎么会在这纯中式建筑当中 会多出一座颇具阿拉伯风情的 异域风格的建筑呢 那有人说了中式建筑就不能有穷顶吗 在这儿啊 咱们要聊一个中式建筑的这个小知识了 在中国传统建筑当中啊 这种拱形的这个建筑不是不能有 不过呢 它通常啊 用在桥洞 炫门 庙宇上 用的最多的还是墓葬的拱顶 更让人惊奇的 这座拱顶下边啊 它也并不是人居住的地方 它是一座澡堂 是一座纯正的阿拉伯风情的土耳其浴室 有人说是不是误会了 它看似是土耳其浴室 其实它有别的作用呢 哎 这点咱们不抬杠啊 相关的工作人员啊 曾经请来了土耳其大使馆的文化参赞 经文化参赞辨认呢 这确实是一座古代的地地道道的土耳其争气浴室 并且啊在这座浴室的西边有井亭 井里边的井水通过这个管道 能够流到锅炉房产生蒸汽 所以啊在功能上 您不用怀疑它确实是一座土耳其浴室无一 说到这啊就有人知道了 这儿不就是那个乾隆皇帝 专门为他那宠爱的妃子香妃娘娘所建的浴室吗 当年香妃娘娘啊就在这洗澡 因为人家是西域人 所以啊在家洗这土耳其浴啊都洗惯了 这皇帝呢为了缓解娘娘的思乡之情啊 就特意的在这儿 给这娘娘建立了这座土耳其浴室 听着这事啊它挺合情合理的 其实啊它满不是这么满的事 您别着急啊 咱们今天啊就一一的掰扯掰扯这些事 这故事听着合理啊 它就不一定是真的 您想啊这座土耳其浴室它建在哪啊 故宫外三朝的五英殿 从这往南出了五门端门天安门 再往前走呢就是大清门 过了大清门啊可就已经出了紫禁城了 娘娘们都住哪啊 您看这个乾清门外啊有条天街了吗 前边就是外朝 后边呢叫后寝 也就是说呢前边啊是这朝廷 后边是人家皇上家 娘娘们啊都住在后边的各个宫里 这湘妃娘娘啊从后边宫里 要叮巴叮巴的跑到五英殿去洗澡去 那得穿过整座紫禁城 还得在这众目睽睽之下呀 丧目大眼的走进这澡堂子 走进去不行啊还得走出来 这大臣们倒是乐意看了 这皇上他能干吗 在中国封建礼教里啊 这绝对是不可能的 再来一说呀 他有没有湘妃这么个人呢 您看这皇上的妃子啊 在妃前面都是好字眼 哪有这次尊号次个湘字的 通常啊都是敏妃 荣妃 成妃 锦妃 真妃什么的 那么到底有没有湘妃这位娘娘呢 有 不过呀这位娘娘 她的尊号啊可不是湘妃 是荣妃娘娘 湘妃啊确实是回部 也就是现在的维吾尔族人 看似柔弱美丽的荣妃 在汉族人听来啊 她有一个非常刚烈的名字 叫什么呀 叫伊帕尔汉 说是这乾隆啊平定回部 抢来的这么一个小姑娘 其实啊她不是 这伊帕尔汉的哥哥跟爸爸呀 是乾隆平定回部当中的大功臣 被乾隆呢都分为俘国公 伊帕尔汉进宫做妃子呀 不但是家族乐意 而且呀自己也是非常高兴 所以啊那传说当中的 这位娘娘体生一乡 天生能够招风引迪 并且呀在家乡啊 她已然有情人了 所以呢就对这皇上老爷子呀 她爱大不理的 其实并不是这样 这荣妃跟皇上啊两个的感情啊 还是很好的 可是这传说呀 她也不是完全不贴谱 有一件事啊 比传说的还邪乎 这荣妃啊 当年在家乡的时候 她呀可不是有情人那么简单 她原来呀嫁过人 这荣妃的前夫啊 叫霍姬詹 也不知道怎么的啊 后来这霍姬詹啊 竟然把这伊帕尔汉给修了 也就是说这香妃娘娘跟了乾隆啊 其实它是个二婚 您瞧 那有意思吧 这历史啊 往往就是不刨不知道 一刨吓一跳 那么这座玉德堂 它既然不是给这香妃娘娘洗澡用的地儿 那它是干嘛的呢 为什么要在这建一座澡堂子呢 您瞧这讲故事吧 它能绕出去吧 它还得能绕回来 您瞧咱不就绕回来了吗 那我要跟您说 按照中国传统建筑的礼法呀 这澡堂子它就得建在这儿 您啊肯定不乐意听 对那我凭什么就这么不讲理呢 别急 您听我慢慢说 您瞧这土耳其玉士 玉德堂所在这个地儿了没有 它在这乾朝的西侧 在它对应的东侧呀 在文元阁的边上啊 有一口大袍井 您瞧这不就暗和周理了吗 在周理上是这么讲的 中国人讲究的就是啊 左袍右玉 左边呢 有象征着厨房的大袍井 右边啊就有这象征着玉士的玉德堂了 明建紫禁城是在元朝大都的宫殿遗址上建设的 这玉德堂的后边的玉士啊 其实是元大都刘首斯衙门的一座遗留建筑 也就是说呀 这座土耳其玉士啊 它有可能是元代旧有的 后来明建紫禁城 看到这儿有一个玉士呢 便在这左侧呀 修了大袍井 这样啊 它就和周理相合了 所以啊 就能解释它为什么是一座土耳其风格的玉士了 要是纯粹的让明代的工匠修啊 他们还真有可能不把它修成拱顶 那么说了半天 到底是谁传说这是香妃娘娘的洗澡堂呢 这样您就得找专家了 我不是让您去找专家咨询这个问题啊 我是让您找这个老专家们去问责去 这就是他们编的瞎话 1914年的时候啊 这故宫这部分地区就对外开放了 那会儿这地儿它不叫故宫 叫什么 叫古物陈列所 在玉德堂这个位置啊 当年啊 有个画展 就在这个门口 工作人员啊 挂出了一幅荣妃娘娘的荣装照 也就是啊 穿着这个盔甲军装的画像 也有人说呀 是荣妃娘娘穿着奇装的那幅画像 我特意的考证了一下啊 不是 是那幅荣妆像 在旁边的简介块里啊 他们不但介绍了荣妃的评生 还特意的说 这座玉德堂啊 就是荣妃娘娘的澡堂子 您想啊 这老百姓的学问建设 他在那摆着呢 他一听这专家这么介绍啊 那他惹定是全信了呀 所以啊 这一传十日十传百 就传出了这玉德堂啊 是当年 湘妃娘娘的澡堂子 这么件事了 所以啊 这报纸上不说了 这专家说的话 有时候啊 您还真是可信 可不信 我是您的好朋友 滚轮流石 今儿这湘妃啊 跟这玉德堂的故事啊 咱们就讲到这儿 明儿啊 我打算给您说说呀 在抗战争当中啊 两个汉奸的故事 您要是喜欢听啊 留言区 您就告诉我一事 我好编辑出小片来 麻溜啊 就讲给您听 我是负责 带您到处逛逛 顺便给您讲故事的 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啊 您就关注 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 唯一动力 得嘞 咱们还是那句话啊 您长按点赞啊 咱们明天准见 天不早了 回见 请不吝点赞啊